我们的电器用品 养生村提供的是 介绍人员忙翻了 集结大量长者来了解养生村 以这间来说 没提供洗衣机跟电视 但住进来有早午餐能吃 还有免费课程 能跟其他长辈一起活动 多达两千两百个案例 正在等候 抢着预约参观 什么是养生村 我是觉得养生村跟养老村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养生村是年长的 但是你仍然可以有学习的空间 说养生村能用租的入住 还能好好生活 住户杨大哥79岁 已经来养生村6年 他显示的还有 所谓养生村入住年龄 正在年轻化 以这间在桃园长庚养生村来说 满60岁能入住 单人一个月2.1万到3.5万元 过去10年住户平均年龄80岁 今年降到78.7岁 换看另一个县市 新北润府养生村 满50岁能住 单人月租金落在2.6万到4.7万元 过去住户平均84岁 现在也变成76岁 也就是现在外界看到的大重点 养生村需求量正在大增 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跟小孩子说 我跟我的太太 年纪大之后 不会跟小孩子住在一起 66岁就来住的苏大哥谈起 因为有越来越多长者 提早规划晚年生活 现在甚至有人52岁 就选择住进养生村 由于养生村连附近环境 都列入规划中 我们对面有一个护理之家 所以我们的老人 他们要看门诊 他们要做附件 所以那边也提供一个 很好的一个服务 能够活跃老化 热年老化 养生村受欢迎 因此还不止在山区 现在台北内湖市区 也有出现知名养生村 在台湾预计后年 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之际 养生风潮 明显在居住中崛起 八大新闻内视张开 桃园苍报道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往市区来靠近 当然在价格上面 也有越来越多 不同的选择 那么其中呢 在高档养生村的部分 淡水有全台最高价 之称的养生村 近期住户量 是百分之百满住 但您知道吗 他们的押金最高 要一千五百万元 民众愿意卖掉 自己的房子入住 养生村的董事长 直接分享 其实这也是一种 以防养老的新形态 打开窗 能见到壮观观音山 这间环境清幽 入住保证金 是全台最贵的养生村 大约27年前 就在淡水山区创建 让大家看见 养生村是趋势 而且可以很高档 高档到子女不陪伴长辈 是大逆不道 这项过往观点 冰消瓦解 我妈妈是已经过世了 舍不得离开 正在养生村和其他住户欢乐玩桌游 65岁红女士 原本其实是陪妈妈入住 她说后来自己选择继续留下来 看上的是完善设施跟服务 来到另一层楼 有名护理长正在教CPR 原来在这近70名员工 每半年都要被训练一回 确保入住长辈生命安全 大家用餐也要健康一点 午餐一水果还有汤 每日套餐有专人搭配 长辈甚至有固定座位 没来吃饭或吃太少 都会有人关切 餐厅外白板还贴满活动 看要去练身体 或参加基督教聚会 还是学佛 不呼隆都有专业老师教学 于是子女把父母送来 长辈心甘情愿 什么都有 这边交通车每班 每小时都有 我们不是很有钱 但是我们内湖那个房子 把它卖掉 那个价钱 刚好可以在这边做押金 当年他们养四个孩子 累得要命 现在愿意卖掉房子 住养生村 付1500万元最高押金 明眼人能看出当中惊喜 以一般养生村 押金落在25到50万来说 高级养生村 押金达到足足30倍 用这家养生村 目前已经租出去 95%来算 假如大家都是用押金方案 获得签约10年内 生活无法自理 也能继续住资格 那现金流最少快19亿 在董事长眼中非常值得发展下去 把房子租 出租 或者是卖掉 你以后可以省下 这个房子的保养会 以防养老的同样的意义 所以现在高档养生村 床旁边有紧急求救灵 大家互利走向高级 养生村自然引爆 引法商机 八大新闻您去张凯一新北桑有报道 民生包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